大家好,我是亚欣 之前在《猜根坛》这本书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觉得还挺好的,今天分享给你们啊 风邪雨疾处,要立得绞定 花浓柳燕处,要着得眼高 路危静险处,要回得头早 意思是说,面临狂风暴雨这样危险的处境呢 我们要站稳自己的立场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环境当中 你要眼界高远,以免被冲昏了头脑 而在山路狭窄危险当中呢 你要及早回头,以免深陷其中 我们人走在路上,我们要抬头走路 我们都不低头走,我们的眼睛向前看 我们不要看脚底下 那么这句话当中,风邪雨疾,花浓柳燕 还有路危静险,它其实呢,都是一种比喻 是比喻我们人生路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还有艰难,老话说人无远虑,必有仅忧 走路的时候抬头走,看前面 这并不是目空一切,而是一种自我认知的表现 我知道前方的路是什么样的 我才能够对自己有所姑娘,有所改变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看向前的时候 你更不要被乱象迷惑,不要被流言困扰 看事情,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入目三分 那么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清楚,我们自己是谁 我们才能够给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季建林大师,他在自己老年时期的座右铭当中 把股师老季福利置在千里,改为了置在十里 并且还解释说,说我现在不能走路 我行动的全靠轮椅,所以说我不能瞎锤 我想这可能不仅体现了季老的风趣跟幽默 还体现出了他对自己的认知十分的清醒 我们每个人当然,我们有优点,我们有缺点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区别在哪呢? 在于有的人他们能够自知而改过 但是有的人他们并不能自知 《道德经》中讲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真正有自知之明的人才是最难得可贵的 那么这样的人就算是经历了风险语籍,花浓,柳燕 甚至是陆微敬险 我想他也一样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应对 所以说自知之明对于一个人很重要 不管是判断行事还是为人 我们都需要对自己有一个高度的认知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成功 好了,我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你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在视频下方跟我留言互动分享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